所有单亲爸爸妈妈跪着 也要继续走下去 最近震惊各界的社会新闻 一位单亲妈妈在汽车旅馆 将自己的两名子女 另外一起三重灭门惨案 这位孩子是被继父 这些孩子和其无辜 但不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身为单亲妈妈的我感触良多 因为走过很多的心路历程 我更想与各位单亲妈妈 单亲爸爸分享 女子要对你们说 对自己说 养育孩子正漫漫长路 谢谢你一个人挺过来了 养育孩子这样繁重的工作 你能一个人挺过来 已经值得嘉奖 别谴责自己 要认可自己的努力 当个快乐的妈妈 以身作则 交出快乐的小孩 每个妈妈都不怕吃苦 只怕自己的心再次受伤 因此我们要先提升 自己的心灵防护力 才能带给孩子身心健康 愉快地过好每一天 因为有快乐的妈妈 才会有快乐的孩子 以下分享十点心得 让我们一起做个开心喜乐的 单亲妈妈 我们不是被迫成为单亲妈妈 而是选择成为单亲妈妈 无论造成单亲的原因是什么 例如家暴 外遇 酗酒等等 我们都仍旧是有所选择的 可以选择留下来一起烂 或者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 但是 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为的是不让自己继续待在困境中 我们选择陪伴孩子成长 也为自己和孩子 选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没有人逼我们 是我们甘心献上 要用单亲的身份 守护我们最爱的宝贝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 相对的 我们比任何人都勇敢 第二 天底下的妈妈都很辛苦 但单亲并没有让我辛苦 教养孩子 本来就有很多令人感到挫折的时刻 如果有另一半 或许多了个人可以诉苦 但是 妈妈该做的事情 该操的心 该擦的屎 该清理的饭渣 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无论是双亲 还是单亲 小孩令人抓狂的次数 都是一样多的啊 若是你的另一半 是神队友 或许 还可以和你一起跳双人舞 打团体战 但若不幸 遇上了猪队友 孩子没睡 他先睡 出门倒个垃圾 也要花个半小时 结了婚呢 还十分听他妈妈的话 那你的生活其实和单亲妈妈没两样 差别是在于单亲妈妈照顾自己的孩子 你还要再多照顾一个婆婆的儿子 所以单亲照顾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不要去羡慕别人或者羡慕双亲家庭 好像有人帮忙分担会比较幸福 多的是你没看到的部分 有些人更是有苦难言 当妈妈就好 爸爸的角色是无人可取代的 很多人对我说 你母带父子好辛苦哦 但我从来不觉得 自己有代替孩子的父亲做了什么事 我只是很专心的 扮演好我妈妈的角色 给他底气 给他勇气 给他力量 照顾孩子的起居 陪他们玩 当他们的朋友 至于父亲的角色是什么 单亲家庭 确实就是有这个部分的遗憾 那也都不是我能够取代的 但我也不会因为 要给孩子有个爸爸 而刻意找个伴侣 所以我容许那一份空缺存在 没有刻意的想要填满他 不知不觉 爸爸空出来的位置 就会被回忆和想象给填满了 所以不要认为 一定要有爸爸 才能满足 才能圆满 而刻意的找对象 除非你遇到的是 真正懂得疼惜你们 照顾你们的男人 不然只会把自己跟孩子 推向更深不可测的深渊而已 但是 不要觉得自己亏欠孩子 我离婚后常说 我最亏欠你们的 就是没有办法 给你们一个完整的家 而什么是完整的家呢 我对他觉得很陌生 也并不稀罕 我努力赚钱学习 让我们家没有一点缺乏 更是不断地滋养孩子的心灵 开拓他的眼界 而后来这些所谓 亏欠的念头与话语 就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或许单亲对孩子来说 是一种缺憾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妈妈 都以尽力付出 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我们其实不欠孩子什么 孩子需要的 不是一个辛苦又愧疚的妈妈 而是一个自信又知足的妈妈 不 孩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却不是我们的全部 托单亲妈妈会把情感 寄托在孩子身上 也有一些女人因为在婚姻中 饱受失望后 所以把孩子视为人生的盼望 对我来说 教养孩子是我的阶段性任务 却不是人生目标 也不代表我的身份价值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孩子睡着了 我会问问我自己 如果今天我没被孩子羁绊 我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发现 那些我想做的事 即使有了孩子 还是可以做啊 虽然会进行的慢一点 甚至有时会原地踏步 却能让我在忙碌的育儿生活中 不遗失我自己 有一天 孩子都会离开家 去开创他自己的一片天 到时候 我会告诉他们 放心去飞吧 不用为妈妈担心 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精彩灿烂 第六 每天花几分钟 称赞你的孩子 称赞孩子呢 一定要具体 告诉孩子 今天他做什么事情 做得非常好 不仅呢 是经营亲子关系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也可以让妈妈本身 得到很大的安慰 每天忙碌充斥的生活 让我们经常把 快一点啦 跟你讲多少次了 你每次都这样 以上这些话挂在嘴边 也让我们很容易忘记 去欣赏孩子的优点 参赞孩子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你可以规定自己 每天至少要找到 三个赞美孩子的机会 例如你可以跟孩子说 你今天设定闹钟起床 自己搭理好一切 你好棒 谢谢 你帮妈咪洗碗 为妈咪分担家务 你好贴心哦 懂得帮助同学 非常好 我发现这么做 受益最大的 其实是我自己 这个习惯帮助我 把目光焦点 放在孩子的优点上面 也会花心思观察 孩子身上 有哪一些 值得肯定的特质 并发现 他们有哪一些进步 看见孩子 一天比一天 更成熟懂事 有许多出色的表现 这对妈妈来说 不正是最棒的奖赏吗 七 别期望孩子 能够理解你 俗话说 养儿方之父母恩 意味着除非孩子 有天自己也当了爸妈 否则 他们很难体会 爸妈的心 每个家庭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等孩子长大 他们或许会懂 但在孩子 真正成熟之前 不能理解妈妈的 担忧和期待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因此 要戒掉那一些 老掉牙的台词吧 千万不要对孩子说 妈妈都是为你好啊 我一个人这么辛苦 把你养大 你竟然这样 或者是像录音带一般 在孩子的耳边 重复的播放 你的单亲妈妈奋斗时 这些呢 不会让孩子跟你更靠近 反而会让他把耳朵 挽起来 妈妈无愿的付出 不用说 孩子都看在眼里 只是 只飞于 胭脂于的乐于苦 等到有一天 孩子生了孩子 他们也当了父母后 才会真正明白 原来照顾孩子 整夜不能睡 衣袋健宽 终不悔 日日牵肠挂肚 思念自己的骨肉 这是多么的煎熬啊 8 每年都要放自己一个假 工作需要放年假 留白 归零 沉甸 休息之后再出发 妈妈这份工作 一样需要给自己 一点铲息的空间 你可以利用孩子 去参加三天两夜的夏令营 或者是把孩子托付 给亲友照顾几天 妈妈也卸下母亲的职务 放心的去旅行吧 当孩子不在身边 妈妈不仅能够回味 自由的滋味 趁机实现自己心愿清单 也让自己有机会 想念孩子 更明白自己 其实哪里也不想去 只要待在孩子身边就好 在短暂的假期结束后 妈妈会更心甘情愿的 继续为孩子做牛做马 9 走出同温层 结交更多的好朋友 但是妈妈忙于生计 很少有时间交朋友 但其实我们比谁都更需要朋友 除了加入妈妈相关的社群 认识一些可以互相打气的朋友之外 也可以和一些双亲的家庭出游 让我们家的孩子 有机会看见完整家庭的面貌 所以再忙也别忘了 与人保持连结 花一点时间经营友谊 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名字叫做朋友 最大的力量叫做团结 但是前提是要拒绝和烂朋友往来 拒绝无效社交 多和正能量的朋友来往 第十 我们不只是给予 更是在栽种 身为家庭的主要供应者 你常会觉得自己快被掏空了吗 同样是付出 给予和栽种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哦 转念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给出去自己就空了 也不确定是否会有回报 但我们若把自己当成农夫 将投注的心力与资源当作是栽种 是孩子为我们耕耘的一片原地 如此就能一边播种 浇灌 一边想象不久的将来 这片原地会有新的作物长出来 想象整座原子繁花朵朵 结实累累的样貌 期待流泪撒种的 必能欢呼收割 妈妈带着盼望往前行 虽然路不会因此变得平坦 沿途要流的汗和血泪 也不会变得比较少 但若我们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祝福 都会激励我们跪着 也要继续走下去 身为单亲妈咪的梅子 用以上简短的方式 鼓励所有单亲爸爸妈妈 能看到这里的朋友表示你认同 或者心有戚戚言 我从来不觉得单亲苦 反而觉得卸下媳妇这个角色后 生活更加轻松自在 这几年我常用转念 看待所有的人事物 得到真正的解脱与放松 不用去纠结 公不公平 谁好谁坏 自己真正的放下 过好自己的人生 就是对自己 对孩子 最负责任的态度 我是梅子 关注我 治愈你 治愈的 他受伤了 暗所 走 看经读